欢迎收看news 今天是11月18号 今天又有一个重磅实锤消息 有观众说你为什么总是用实锤实锤 是不是标题党 你哪来那么多实锤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我说实锤那就一定是实锤 不是标题党 至于为什么有这么多实锤 那是因为2020年的大选特别乱 锤子特别多 这个我也没办法 那么这次的实锤证据 我是采用了全世界范围内 对新闻审核最严格 对新闻事实报道最严谨 最不可能出现假的新闻事实的 中国的环球时报的报道 你先别笑 因为中国的官媒 虽然它的立场是五毛的 特别是环球时报 图片也经常是嫁接的 但是至少它在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上 在有没有这件事的报道上 它基本还是靠谱的 何况这次环球时报 也是引用的外媒的报道 这次引用美国媒体newsmax 对这个newsmax 就是那个超过了纽约时报的 好像newsmax 是比较偏谈川普的 这次我还注意查了一下 确实纽约时报 没有把这个新闻作为主要报道 好像提都没提 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好 因为作为一个主流媒体 你要有公信力 首先你应该忠于事实 而且你有那么多资源 事实还必须全面 你有立场 这个没关系 只要你忠于事实 全面客观就可以了 就像哲哲坎一样 好 根据newsmax报道 美国佐治亚州州务卿办公室 于当地时间星期二说 佐治亚州的另一个县 叫菲亚特县 也发现了一批没有计入选举结果的选票 这个州务卿办公室高级官员 叫斯特林他说一张存有2755张菲亚特县选票的存储卡 没有上传到机器里 也就是这样的 他在投票点先是选民填那个卡 然后把数据最后汇总到一张一个机器的存储卡里 再把存储卡汇聚到全州的计票中心 然后一张一张上传到机器里 他这个存储卡就是菲亚特县存储卡没有上传 为什么要说这个也发现了 就是因为周一的时候 我的上一个实锤报道 报道了佐治亚州的弗洛伊德县 在重新计票的时候 发现了2600张 此前没有被扫描过的选票 他这两次不一样 上一次是2600张根本没扫 这次是扫过了 但是没有上传 上次是2600张 这次是2755张 这才隔了几天 又来一次 而这次2755张 其中投给川普的有1577张 投给拜登的1128张 其余的是几十个人 是其他的候选人 就是川普这次还多了 大概450张票 上次新闻我好像说错了 上次好像在那弗洛伊德县 川普是领先了800张 加上这次450 一共是1250多张票 这个就已经不小了 因为拜登在佐治亚州 一共才领先13000票 这都已经快占到十分之一了 当然虽然你可以这么说 这2755张还不足以扭转 拜登在这个线的领先优势 但是这种错误 是在让人觉得有点 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然后斯特林说 这两个线都必须重新确认 投票结果 如果算上之前未统计的选票 川普与拜登的差距约为1.3万张 各线在佐治亚州的规定 在周三晚上12点之前要完成人工计票 手工计票的结果将得到州务卿办公室认证 一旦结果得到确认 如果候选人之间的差距 在0.5%以内 败选阵营可要求重新计票 就是这两个线目前还在手工统计 如果最后差距在0.5以内 还可以要求重新计票 另外有一个消息 今天川普团队已经要求密西根州 还是威斯康星州吧 重新计票了 然后佐治亚州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说 这项工作将使用扫描仪统计选票 费用由国家承担 就是说佐治亚州的重新计票 是国家承担费用 不用就是拜访自己出钱 川普在威斯康星可能是自己出钱的 要掏700万美金 斯特林说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广泛的选举舞弊现象 我们知道会有非法投票 但是可能是几百张 而不是12,929张 也就是拜登领先的票数 准确票是12,929张 目前美联社还没有宣布佐治亚州的获胜者 美联社的权威 我们之前介绍过了 但还有些细节没说 2000年的时候 戈尔小布什 在佛州就差几百张 当天晚上所有的媒体 包括纽约时报 NBC所有电视媒体 都报了 都call了 说戈尔赢了 只有美联社 他怎么说 他说由于太过接近 我们无法确认谁是获胜者 我们只是预测可能是戈尔赢了 就他一家是这么说的 后来他又撤回了 他说太过接近 无法判断 结果第二天早上 这个结果就变了 可见美联社的严谨 以及他的权威 目前拜登在佐治亚州领先川普 也就0.3个百分点 佐治亚州没有强制性的重新计票的规定 但是他给落后的候选人提供一个选择 如果差距小于0.5 你可以要求重新计票 而且是用扫描仪费用国家承担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实锤新闻 这个大选弄到现在真是越来越乱了 你要说它是某个县的人员的重大失误 我也可以相信 因为美国人毕竟是粗制大业 我们体会过很多次 但是粗制大业在这种重大的选举上 如此大的错误 而且如此频繁在一个州里连续两个县发生 这个是不是也有点太过分了 就是美国人他数学再不好 他也不能这么玩 他再粗心大 也不能在这种市场粗心 那么你这个州有两个县 其他州还有没有别的县也是这样 还有没有别的类似的重大错误 是不是全国的票都要重计一遍 我们首先姑且相信它是个错误失误 那就多插一句 最近中国掀起了一股 叫填鸭式硬式教育反击战 就是说美国这种所谓素质教育 确实我们在美国看到老师 他从来都是表扬学生 给家长写的评语 从来都是好听的不得了 在班上或者给学生打分 也都非常宽松 结果就造成了学生非常自信 但是基本功不扎实 造就了本来数学能力就低 这样的教育下就越来越低 而中国的填鸭式教育 虽然扼杀人性 但是毕竟造出一批工具型选手 中国人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出错 现在一个州是两个县没统计 一共是5400票将近 5400个多个选民就这么被抛弃了 而且这两个县都是川普赢 而且加起来1200多票也不算小了 所以有的人就非常怀疑 为什么总是川普赢的县没有被统计 所以我觉得这事情发生了现在 我脑洞一开 我觉得干脆这次美国大选直接重投好了 设定一个日期 一共就一到两天 所有人都要到现场投票 如果行动不变 怕感染 那就多设一些监票点 反正你下面你司法站你重新计票 你也要花钱的 你就不如每个社区都设投票点 保持距离做好防护 而且当时填选票 留下你的视频的指纹声音指纹 在口中再说一遍 当时投完当时就统计 如果实在不方便出门的 那可以用一些生物指纹的技术 对着摄像头 眨眨眼睛 点点头 晃下脑袋 然后再把投票卡给展示出来 告诉你选谁 这样统计反而更快 那像现在搞成这样 又是邮寄 又是延迟 又是有线美统计上 有点千疮百孔了 这种情况下 谁当选 另外一边都会不服气的 我们今天另外一个周周news里 就会说到 现在有68%的美国人 对结果有疑虑 有52%的共和党选民认为 川普肯定是赢了 而且美国一个最大的民民组织 打算不承认结果 那么这种撕裂对美国社会 是很可怕的 反正现在拜登也已经到了 八千万张选票了 那么如果再投一次 可能他也不一定输 发动所有挺民主党挺拜登的 你再正式投一次 让川普输的心服口服 我觉得无论用什么远程视频 或者IT技术 美国都肯定是有的 我总不能让美国200多年的民主制度 让这个世界的民主灯塔 这个败在一个 就这样低级的投票技术的一个失误上面 是吧 不能让这种低级技术失误 毁了2020年的美国大选 最后声明 这一条是我的新闻节目 我的新闻节目 报道所有的突发重大事件 新闻节目的原则是坚守事实 争取客观 争取全面 不管立场 不能核实的事 我就说存疑 能核实的 我就说这是实锤的 那么新闻事实 它就是新闻事实 他不信川 他也不信拜 跟我不希望川普连任 也没有关系 我不希望川普连任 有我的理由 在我的其他节目里 但是如果大选有舞弊 不管是哪边的舞弊 我都一定会报的 如果川普最后当选 我也不会觉得是世界末日 我的立场是一贯的 比谁当选更重要的是有一个 公平公正的选举 是能够让美国民主制度顺利运转 那么你对这次大选的失误 或者说舞弊的可能性怎么看 可以去我的电报群讨论 现在里面讨论很激烈 两方争执不下 也可以在每周五晚 参与我个人频道 审时度视会直播的 电报群友讨论会 就是每周五晚 我们会在电报群中 发一个公告 群友可以通过zoom音频连线 讨论目前热点的时事问题 然后在个人频道 审时度视直播 也欢迎大家观看和订阅 电报群和个人频道的链接 都在节目下方 好我们下个新闻再见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